大家好又有正片介紹給大家 這套是天龍八步喬風轉 這套戲是由黃禎和恩子丹攜手合作的 聽起來已經是肯定本年度2023年最值得看的戲 喬風生父是蕭軟傘 由喬三貴收養 曾有未婚妻阿豬 並有二弟虛竹 段宇 懸顏阿骨打 二兄耶律洪基 蕭勝為蕨丹後族 蕭是父子是蕨丹貴族 喬風九月重陽至左右出身 而言喬風生母是漢人 所以阿成奇血統 喬風自幼聰明伶俐 武功極高 江湖尚與姑蘇慕容是家主慕容伏齊名 武林逆皆知北喬風南慕容 知青的 七歲時 師從少林元虎大師 後加入丐幫 丐幫前幫主 汪劍通因為心知 喬風是蕨丹後裔 所以十分提防 並給予喬風三大難題 七大功勞的考驗 後來喬風立下很多汗馬功勞 仁義兼備 並於那一年泰山大會連創九名強敵 為丐幫解困獲汪劍通推選為新幫主 其間掌管丐幫八年一直順領丐幫 抵抗蕨丹 其間戚冊風雲 絕對勝任領導武林群雄 喬風活躍於中原北方 以幫助北宋抵抗外敵為己任 表現出許多非凡的氣概和時跡 是極其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毛錫成松鶴流中 和大理王子段譽自趣相投結義金蘭 在杏子林丐幫大會中 知道自己是揭丹人後 暗然離去 其後在途中結識到 孤蘇慕容是二匹之一的阿豬 後來因為養父養母和師傅都被大惡人所害 而被冤枉為兇手 去到少林子探望師傅的時候 發現師傅已經死了 於是躲在陪提院佛像後便時 被少林派掌門人 袁慈方將達摩手助袁蘭 大律院手助袁蘭職發炎 然後三個高僧一起圍攻他 那袁慈指出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大力金剛獎 朝鋒無意中連累到阿豬受傷 為了求賢王迪 涉募華神醫 去醫治阿豬 他都不顧一切硬闖聚賢莊 當時群雄在討論如何討伐他 最後當然被迫在聚賢莊要以一敵白 其實蕎豐發覺是不殺漢人的 最後亦不大開殺計不行了 面對三百多人 最後都是保護阿豬而受傷了 最後就是被這個黑衣人救了他 蕎豐好之後 在顏門關看到他生父寫下來的字跡 但發現字跡已經被抹去 而阿豬亦都在等了他五日五夜 最後蕎豐被阿豬感動到 拖著阿豬下山 他們終於拍拖了 說回故事人物演員陣容 由宇宙最強的恩子丹即演 都不用我再介紹了 說回阿豬是由陳玉琦飾演的 他能夠充分表現到善解人意 活潑可愛的角色 朱梅會阿子由金像獎影后劉瓦瑟飾演 他亦能夠充分完美地演繹出 刁蠻任性的角色 馬夫人由香港小姐王君興飾演 為英雄飾演遠聲竹 不過可惜他和恩子丹沒有交過手 吳月飾演慕容服 段正純由張兆輝飾演 慕容博由呂良偉飾演 其實恩子丹這部電影 他用了很多次 韓龍十八掌二一滴八 非常多的舞打場面 他和阿豬亦表現出很有情感的一面 這些就很少看到的 恩子丹會拍拖一拖一拖手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覺得好 歡迎你們按LIKE分享 訂閱支持我們